我们就持续来关注东京奥运 那首先就是要关注的是郭信纯 昨天是成功摘金了 那现年27岁的郭敬纯 是因为他他的美丽还有善良 也获得了举重女神这样的封号 但是其实很少人知道 他的出生跟童年都是相当的辛苦 也曾经在举重的这条路上 他是受过伤的 然而现在就是信念这两个字帮助他蜕变 如今已经是他的成功理念 那郭信纯这次他出征冬奥 打出信念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搭配的是You believe We believe这样子的标语 靠着信念现在是一元了奥运的镀金美梦 那么持续关注 其实我们都知道郭信纯 他就是今年夺金的大热门 那么他真的成功在昨天 出战女子59公斤 举重的项目没有让大家失望 最终是以抓举103公斤 停举133公斤 总和236公斤的成绩 顺利夺下了金牌 也创下了奥运连举重的三纪录 那这个也是中华队 本届奥运的第一金 那这回夺金也完成了 个人的金牌大满贯 那台东的老家相亲也是开心的 放鞭炮庆祝 看好了世界 中华奥运会期飘洋东京 举重女神郭信纯的眼角 泛着感动泪光 因为他终于圆梦 站上奥运颁奖台的最高处 奥运金牌是郭信纯唯一目标 抓举开把重量定在100公斤 郭信纯虽然三把只上两把 但抓举103公斤的成绩 早把其他选手狠狠摔在后头 来到擅长的停举项目 郭信纯两次试举 一二五 一三三公斤都成功 已经提前拿到金牌 第三把 一百四十一公斤 郭信纯要突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很可惜 没能成功举起 郭信纯摔了一跤 但依然露出招牌女神笑容 因为他仍以抓举103 停举一三三 总和两百三十六公斤的成绩 夺下奥运金牌 也创下三项奥运举重记录 举出冬奥台湾第一金 郭信纯台东老家放鞭炮庆祝 妈妈和亲友相拥喜极而泣 狂赫女儿夺金 然后恭喜薛城 然后实现他的满贯愿望 然后谢谢大家 推他的赢神 会这么感动 因为郭信纯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2014年亚运前的一次大伤 郭信纯不慎遭杠铃压到 造成右大腿肌肉百分之七十断裂 一度危机运动生涯 幸好郭信纯毅力惊人 熬过漫长复健 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 逆转人生再战夺金 两度出战奥运都煞雨而归 却成了郭信纯传奇之路的开端 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世大运 押运 世锦赛 郭信纯都如愿丰厚 更是抓举 停举和总和的 世界纪录保持人 东京奥运一举摘金完成 金牌大满贯 郭信纯会被伤势从谷底爬起 站上世界之巅 台湾以你为荣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目前东京奥运的奖牌宝 那我们的中华队呢 目前是一金两银三铜 这样的成绩夺下六面金牌 排名在第十三 那第一名就是地主国日本 他们已经有十金了 那总共是有十八面的奖牌 美国跟大陆分别就是位居在第二跟第三名 那另外可以看到包含的南韩也是来到了第六名 那就希望呢我们中华队今天持续有一些比赛的项目 希望能够继续的传出捷报 那么另外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呢 我们的桌球教父庄志渊 好 东京奥运桌球单打16强赛 我国的好手庄志渊还有陈思宇 在昨天晚间他们是同时间登场来比赛 那其中五届的奥运员老庄志渊 他遭遇的是埃及的选手阿萨尔 面对194公分高的埃及选手 庄志渊他是限入了苦战 最终呢在苦战七局之后是以3比4败下阵来 在16强赛止步 那陈思宇则是在女单16强遭遇的是大陆的选手孙思沙 那他最后孙颖沙 他最终呢也是以直落四落败了 所以两个人都是在16强止步 好 另外持续关注到的是举重的国手 波兴成他是不负众望 拿下了59公斤级的金牌之后 紧接着呢我国的举重好手陈文慧 他也是站上了64公斤级的舞台 更是经过了一番基站收下铜牌 而他的家人也透过电视的画面转播 除了为铜牌成绩感到兴奋之外 陈妈妈也是红了眼眶 也透露对女儿满满的心疼 高举鲜花和奥运铜牌 我国举重好手陈文慧在女子64公斤级 以抓举103公斤 停举127公斤 为我国收下本届奥运第六面奖牌 而他的家人在台湾收看转播 也一度摒弃凝神很紧张 哦 漂亮啊 陈文慧顺利举起127公斤之后 挑战130公斤失败排名几到第三 不过随后对手纷纷挑战失败 也让家人放松大声欢呼 啊 铜牌啊 啊 铜牌啊 陈妈妈更感动到热泪盈眶 为女儿的辛苦感到心疼 最后比的那个真的看得很铺涩 可是这就是一个选手的路 比起铜牌我觉得更注重他的那个 他看他最后一把 那脚是有没有事这样的 只是比起奖牌 家人更在意他的身体 陈弟弟眼间发现 陈文慧场上比赛的脚 有点不对劲 而陈妈妈最后也吐露心声 每次比赛只希望 都要听到女儿抱身平安 记者黄天耀 苏惟轩 台北报导 中华英雄拿金牌 黄克举救女神郭信淳 抓举 听举 总和刷新奥运记录 为台湾拿下冬奥第一面金牌 2024要再战巴黎奥运 赛破记录 中天新闻和您一起 为中华队加油 中华英雄和全球最顶尖运动员 都来了 淋漓尽致 激励人心 拼战到底 2021东京奥运最精彩的中华队 加油 请锁定中天各节整点新闻奥运特报 以及每天晚上8点21分 奥运最精彩直播